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大家请看 把握Git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咱们Git在编辑文件的时候 肯定有好多状态 比如说以编辑文件 未提交 然后提交到索引区 未提交到数据库 等等有好多的状态 还有呢 就是说咱们把握住状态之后 比如咱们修改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觉得修改错了 我想恢复到上一个版本 该怎么做 这是今天咱们的主要的内容 好咱们看 现在之前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看当前的工作文件夹的状态 第二个呢 是恢复上一个版本的文件 比如说咱们帮改这个index 对吧 然后它改错了 哎呀不对 今天我这改错了 我要得换个头脑 我明天再改 那我要把今天这个 改修改内容给它恢复掉 恢复到咱们出现状态 怎么做呢 通过checkout来做 好咱们试试 咱们还别是光说不列 那是啊 实际演习 今天我还是把我的这个Git 这个控制台打开 好 然后回到我的根部录 找到我的Git库 myweb 这里面只有一文件 大家请看 index文件 对不对 我现在呢 要对它进行一些个编辑 请稍等 我看上去 我有一个打开最近的 是这个 好 比如说在这地方 我编辑什么 比如说我在编辑一个 I love Git 好不好 我喜欢Git 我爱Git Hello Git 我追加一行 对吧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状态 我用Git Thetas 就是这个 就咱们今天这个命令 不好意思 我编辑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红了对吧 哎呀 我一看不对 我不能让它红 我还是要恢复到 我以前的状态 咱们大家请看 其实咱们今天要做的内容 Git给咱有一个非常友好的提示 咱们请看这句话 怎么说 请使用Git Checkout 简简文件名 来取消您当前工作文件 家里面的改变 说多好 比如说我先一加这个 Git办过提交了 对不对 不对 我改错了 我还没有这样的搜索区 来得及啊 怎么着 咱们把它取消掉 敲 Git 然后是 Checkout 签出嘛 签出谁 签出这个index.html 哎 不是 没有还好 回车 哎 他签来了 咱们再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哎 没有了 换句话说 咱们刚刚我家那个 Ilogged 大家请看 已经消失了 那换句话说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就能够恢复咱们说 不想做 或者改错的这个修改 通过这个非常简单 那有朋友说了 如果我交到搜索区了 该怎么办 哎 那试一下啊 说的很好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棒啊 问的不知道 其实是我自己问的啊 好 比如说 Ilogged 咱们看一下啊 ATUS 对了吧 咱们把它先加到搜索区 但是还没提交 提交就晚了啊 加搜索区 再看一下 好 这是Git友好的地方 请看啊 我加搜索区了吧 我现在如果再用刚才的这个 Head 从头部文件进行退出 退谁 退这个index.atml go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哎 大家请看 是不是退上搜索区了 退出了吧 退出之后怎么办 咱们再用这个checkout 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 取消掉咱们当前所有的修改 恢复到初始状态 再看一下状态 哦 回来了 那咱们再看一下index 哎 我又没爱上他 爱两次了 结果这个都消失了啊 这就是基本的Git的操作啊 我改错了 我反悔了 然后呢 我想恢复到以前状态 我还觉得以前那好 那怎么办 就用今天我的这个checkout命令就够了啊 对了 为保安起见 我把这个给您敲全吧 比如说 我刚才 稍等啊 我刚才这个地方是说 恢复之后 看没问题 然后呢 咱们再对它做一些修改 我这个就简单 用nano来表示 对文件进行修改啊 修改完之后 咱们用Git的方法 我 我 剃交搜索区 没问题吧 然后我剃交搜索区 我后悔了 怎么办 Git Reset Head 然后呢 把它从搜索区中再退出来 然后 再 Git Checkout 剪 剪 这样您再看一眼 当前的状态 哎 它就真的消失了 就换句话说 就算咱们本地做了修改 然后并且加损区 咱们还是有办法呢 把它恢复过来 这Git强大了之处啊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介绍的 今年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啊 嗯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